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23号 今天节目大家都猜到了 我肯定会来评论布里格金座基被击落这个事情 大家很想知道究竟是谁干的 当然了 江峰咱们也不是富尔摩斯就下结论那么准 我们那就是单做自媒体 咱们可以分析嘛 就我会把有重大嫌疑的 和相议有几分操作能力的几方做个分析 他们有没有可能去做这个事 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 大家自行判断 不管是谁做的吧 就是普利格金这个奇特的政治人物 已经终结了他在人间的生命 至于是去天堂而下地狱 也是肯定天堂他是去不了了 是吧 那普京的政治权利呢 不管是否得到暂时的巩固 他的政治威信已经丧失殆尽 原先的亲信们做鸟兽散 克里姆林宫已经被撼动了 随之而来的是俄乌战争会加快结束的步伐 北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敌手将被彻底挖紧 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圈开始形成 而中共呢 即便是能够侥幸逃脱战争的厄运 但是被孤立并丧失国际竞争力 国家走入大衰退也成为了必然 我们今天就说这个话题 首先先看一下空难的基本情况吧 这个俄新社今天早上报道的说俄联邦紧急情况部 称有一架载有十个人的八航叫做Legacy 四人飞机 翻译成莱格赛 在俄罗斯的特威尔州坠毁了 这部门说呢 机上共十人 其中三名机组成员 根据初步信息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这架飞机当时是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的 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坠毁现场做最后的勘探 那么俄联邦航空运输局的报告说呢 这个乘客名单中就包括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格金 那么他们也强调已经对这几事件展开调查 说在特威尔州最后的私人飞机呢 属于一家这个从事商业运输的叫做M&T Aero公司 俄罗斯的联邦航空运输局 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 飞机失事之后呢 调查委员会就违反交通安全规则 航空运输运来立案 调查组呢 前往这个事发现场 其实这个都是表面文章了 这个事 飞机掉下来和这个普里格金的这个死亡呢 远远不止一个什么运输运营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了 那么根据最新的报道显示的 俄国官方已经证实最后现场有一具遗体属于普里格金 实际上在6月份瓦格纳这个佣兵集团的武装进军 莫斯科构成军事政变事件之后 普里格金的死亡呢 都是大家公认的事 都知道是个时间的问题 迟早得死 是吧 那么这就带来两个思考朋友们 既然普里格金和大家都知道他处于巨大的生命威胁当中 为何他没有能够保护自己 第二 既然都知道普里格金的死亡 会带来第二波对俄罗斯政权的冲击 为何还要下手 是谁下手的 那么最后都归拢到一个思考方向了 对吧 就是谁谋杀了普里格金 普里格金乘坐的飞机是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Legacy 600商务飞机 这是一款性价比很高 飞行安全性的很好的私人商务飞机 发布这个飞机的飞控系统 用的是美国20枪最顶尖的航空工业公司 Honeywell的刺控产品 有不少朋友在美国炒股票的都知道这个Honeywell 这一大仗都还买他的股票 安全和先进性是有保障的 那从外围来操控呢 几乎是不可能 当然现在目前也现有的报告来看 也没有说是从内部让它坠毁 黑客把它搞掉的 它就是被导弹打掉的 报告显示呢 飞机自从起飞之后 无线电信号是正常的 飞到莫斯科西北特维尔州上空的时候 高度在8533米处突然失去了cos 就是失去了这个呼叫应答了 朋友们 咱们先记住这个高度 很关键的一个判断数字8533 为什么呢 就是从苏联时代 到俄罗斯的防空武器系列当中 这个步兵扛着肩上的一种 叫单兵防空导弹伊格拉 北约和外界管的叫什么 叫真式飞弹 它的最高射程不到5000米 那中共方面有个最新的改版 叫做肩扛飞弩 对吧 它最高射程也不到6000米 西方在乌克兰战场使用的 单兵兼扛毒刺防空导弹最高射程 也是不到5000米 我跟大家说这个干什么 就是咱们拥有一种知识沉淀 来进行基本的情况判断和筛选筛查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当中 说各方政治和武装啊 办武装力量很复杂 是不是他们干的 到底谁干的呢 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限制 你得实现这个资格 飞机被击中的高度是8533米 那就意味着各种背景复杂的政治力量 就不具备把这架Legacy600击落下来的条件 因为他们能拿到的武器 就是从黑市买来的俄式导弹 或者是走私来的美式单兵导弹 这些导弹够不着这架飞机 唯一的可能就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将其击落的 那稍晚呢 我相信啊 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 或者英国情报本愿意 主要是美国的卫星在上空 可以提供从导弹发射到飞机坠落的整个过程的卫星成像的 目前西方情报机构告诉金融时报 说普里格金的飞机就是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的 咱们先把西方机构和这个西方的媒体放在一边 但是咱们自己去分析 用排除法 我刚才排除法得出的结论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一步结论 就是乌克兰方面也可以不分排除 是吧 它也是一番政治力量嘛 是吧 大家都知道瓦格纳作为这个乌克兰人 屠杀乌克兰最凶悍的战争机器 那乌克兰对他这个仇恨或者是杀自己后快的动机是清晰的 那么同样清晰的应该还包括波兰 因为瓦格纳军事集团呢 在禁区莫斯科军事政变结束后 只有很少一部分瓦格纳士兵接受了新的契约 直接服务于俄罗斯国防部、新的雇兵组织或者其他军事单位 绝大多数的瓦格纳士兵和主要的重武器都被调到了白俄罗斯境内 现在有传闻被证实了 这支军队正在向什么 向波兰边境移动 并开始制造边境武装冲突 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这些欧盟成员国 正在担心瓦格纳会被再次利用来作为俄罗斯的政治外围打手 进攻上述国家 这个事情俄罗斯过去一直在干 格鲁吉亚等等国家都有这个瓦格纳的出现搞内乱 因此消灭掉瓦格纳是深受战争之苦的乌克兰 和担心即将爆发武装冲突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共同心愿 但是有心愿不够 唯一的难点在于上述国家没有能力把一套先进的防空系统 而不是一枚单兵导弹运到俄罗斯境内 特别是什么 是首都莫斯科的高度戒备区域之内 但是排除了他们直接动手的可能 就可以排除他们在幕后操作的可能性吗 当然不行 不但不行 如果在这方面脑洞大开的话 还可以把美国中情局牵扯进来 因为对于所有轻鹅力量来说 美国是一切人类灾难的根源 是吧 那么排除情绪化的这种阴谋论吧 美国人的确是什么 具有金钱和政治运作的力量 这点无可厚 没有人会否定 但是呢 这个跟什么 这个跟那个在北西炸掉输油管道不一样 在北西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深海机器人技术的美国海军 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 就是你怀疑它 无可厚非 但是在俄罗斯境内与在境外就不是一回事 特别我说了 打掉普里格金 单兵地对空导弹你够不着 必须是完整的先进防空系统S300 S400 或者是铠甲进城防空系统做的事情 而且部署地点又是在莫斯科首都防御区 真要是美国人干的话 你把发射地点放在靠近圣彼得堡这样的边疆地区 不是更好容易更容易操作吗 是不是 干嘛要顶封作案送到莫斯科附近去呢 作案的手段基本 虽然说咱们说很难实现吧 但是呢 刚才说中情局的实际操作力量还是有的 它会不会操控俄罗斯的某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来做这个事呢 毕竟有不少政治力量 甚至政治集团是愿意跟着西方走的嘛 所以说咱们要分析什么 他有没有这个意愿 动不动普里格金 关键是要看除掉普里格金 对西方有哪些好处和不利的地方 普里格金在六月份军事政变之前呢 说过一段话大家要特别留意的 他说他反对动不动就拿核武器说事 哎 你这句话攻击的是谁吗 只能是攻击拥有核武器发射决定权的普京 哎 为什么要这样公开刺痛自己的主子呢 是因为普里格金已经在为自己军事政变之后的成败寻求西方的支持了 他很清楚自己作为战争罪犯 瓦格纳作为国际犯罪组织是没有政治合法性的 也就是说他即便攻入了莫斯科 他也进不了克里姆林宫 因为西方不会接受这个犯罪组织来管理未来的俄罗斯的 也因此俄罗斯在这个在野的政治力量 也不会接受这个从杀猪转为杀人的这个屠夫 是吧 来成为未来俄罗斯的领导者 这也是六月份军事政变失败的根本原因 普里格金杀尽了莫斯科也没有前途 那么普里格金唯一能跟西方做交换 就是他手中可能有的牌是什么 上台后绝不使用核武器 他知道这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担心 但是他的话西方国家没有人打算相信 因此从上次兵变的前后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西方一点都不会来保普里格金 但也不会来主动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不值得留着他 让他成为普京与普京的政治对手的矛盾焦点 是普里格金对西方来说那才是价值最大化 留不留普里格金 让他死 让他活 抓起来 流放 普京会跟他的对手们不断的发生冲突 没有什么比面对一个混乱自顾不暇的俄罗斯政权 对美国和西方更有利了 是吧 所以从西方政治来说 让普里格金活着好处多多 让他不断制造内部麻烦当然更好 为了做到这一点呢 西方只要做好什么 就是非洲搞好防范措施就行了 避免普京和这个瓦格纳在非洲的影响力增强 并做好对乌克兰和波兰的说服工作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一点刚才说了 乌克兰和波兰肯定是不愿意 是吧 这些第一线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国家不认同 因为乌克兰和波兰加上波罗的海三国会认为 他们成了美国和西方的战略缓冲地了 你们这帮政治家在后面是站着说话不摇头 那一打都打我们国家了 是吧 但是 乌克兰和波兰 刚才说了并没有更大的力量去干掉布里格金 即便出手了 也就在安全利益的利弊轻重上 跟西方国家有了矛盾的练习 西方不想让你杀的 你一出手把它干掉 是吧 那西方就不看了嘛 那这样的矛盾 对于乌克兰来说 对于他这种急需获得西方不断军援和政治支持的 这个乌克兰来说就是不利的 是吧 你要想得到F10 你就得听话嘛 是吧 这是成人的世界 是吧 那么从长纪役来说呢 瓦格纳能量再大 也就是一个军事单位 它相对俄罗斯庞大的国际军事力量来说 毕竟只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麻烦 但是也是一个战斗力很小的一部分 总体战力 相对国力来说 那么为了赢得最后战争胜利 乌克兰和波兰就必须忍受瓦格纳的继续存在 我应该说的明白了 是吧 这些动手责任不在西方 不在乌克兰、波兰 那让我们的视线从西方移开回到莫斯科 现在俄联邦已经组织调查单位对空难进行调查了 大家不要觉得就是你们干的 他自己调查自己干的罪行很荒唐 咱们没有必要说的那么死 即便是他干的 他也得做这个事 这是一个政权他必须做出的姿态 因为这样才有什么转身的空间 比如说他会结论说 会不会是意外击落呢 你想 会不会这是调查的一个方向 咱们可以这么思考嘛 脑洞大开嘛 对不对 你想 当无法撇清普京的关联 或者是无法承受对任何一方政治力量的惩戒的时候 也都发现 是某某干的哪个司机哪个诺夫干的时候 他没法惩戒 一惩戒 俄罗斯更乱 怎么办 这是一场意外 是不是 那就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制造出来的真相 但是怎么可能是意外呢 根据官方数据 咱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升级军备的预算 五分之一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 对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这些钱显然不够用 所以他把绝大多数花钱买来的制造的防空系统呢 都集中在莫斯科附近 对莫斯科的弹导导弹攻击可以被A135系统击 这个系统呢 包括强大的雷达设备 70枚存放于发射井中的拦截导弹组成 此外还有S50M系统 它可以用S300、S400这些远程导弹系统 再加上铠甲、中进程系统 构成完整的莫斯科防御 一句话 原则上就是莫斯科的保护系统 是为了拦截北约的导弹而研发的 甚至对付无人机都好像就是说大炮打蚊子不好用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基本常识点是什么 防止对莫斯科的攻击 是吧 那么对于从莫斯科往外飞 飞往圣彼得堡的飞机会发生意外击落吗 答案是显然的 不可能 所以不管由莫斯科方向做出怎样类似的 说意外击落的 误按了按钮这种结论 都过不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常识观 你防不住乌克兰攻击莫斯科的无人机 却把飞出莫斯科的飞机打掉了 这不可能 常识啊 普京呢 现在什么情况 他已经是紧急从库尔斯科返回了莫斯科 俄国局势不稳定 政治 经济和军事都不稳定 普京的核心支持者就是铁杆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呢 跟那些愿意追随普利戈金的人 是同样的一波人 所以他要是抓普利戈金等于是什么 把自己所谓咱们叫群众基础就打掉了 从这点看是不太可能 对不对 所以局势随时会失控的 一名前英国情报官员说 他之前收到的情报显示 有人已经向普利戈金 发出了一份新的雇佣合同 一个大单 那这里有人 那个有人 当然咱们理解成就是普京嘛 因为没有其他人请得起 或者请得动普利戈金和他的瓦格纳集团 所以呢 目前俄罗斯方向和部分西方的情报机构 倾向于认为任何暗杀企图 说是普京本人授权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然后西方认为肯定的是精英阶层的某个人 或者是某个非常资深的人发动的报复性袭击 西方的这个最早现在做出这种判断呢 我江峰本人是不同意的 他说的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什么 就是普利戈金的支持者和普京的支持者是一致的 所以普京不会卸磨杀驴 因为普京自己要再开工的话 自己就拉不动俄罗斯那个大磨盘呢 所以他必须依赖普利戈金 但是朋友们 如果我们站在更宽的视野去看 飞机被打下来的事件 就会有另一条线路越来越清晰 就说这个打下飞机这个事不是偶然 不是突如其来的 我们昨天做的节目正好就关注了 英美两国紧急从白俄罗斯撤侨这个事件 是吧 白俄罗斯与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边境 都被从外界关闭了 非美国的航班也全部都停掉了 这是一种战争状态的典型先兆 那么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军方 都没有任何动态的情况 这个仗谁来打呢 在白俄罗斯有一支强大的雇佣军 就是被俄罗斯驱赶到白俄罗斯的瓦格纳部队 结合刚才说那个英国情报官员说 有人向普利戈金发了一份新合同 那么这新合同的进攻目标 肯定不会是让瓦格纳再回到这个南部军区来 那种远离了乌克兰的巴赫木特 是不是 毕竟马格纳已经把俄罗斯 至少南方战区的军星都给笼络了 所以普京也不会再放心让马格纳回到俄罗斯 他回到俄罗斯只能是随时爆炸的汽油桶 那么就应该是英美情报部门得到的那个消息 那份新合同即将掀起的 与北方白俄罗斯接壤的欧盟国家的冲突 尤其是我昨天说的就是那个苏瓦鸡缺口 是吧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好就在这里演习呢 那么好 我先做个暂停 说的有点快了 咱们先说一下飞机上的其他遇难者 咱们一会回来再结合这个背景说一下 就是据称除了这个三个机组人员之外 剩下的死亡名单当中 乌特金赫然在列 我没有时间再去查剩下的那五个人了 乌特金是最重要的 过去我介绍过这个人 他是瓦格纳的创始人和真正的军事领袖 乌特金脖子上有两纹身就在这个 在窝这里 肩胛这里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希特勒党卫军的那个闪电标志 而瓦格纳这个称呼呢 就是乌特金的电台呼号 因为他跟希特勒要最欣赏德国歌剧音乐家瓦格纳 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个武装集团命名为瓦格纳 这么来的 普利哥金只是一个政治符号 他拥有与普京的特殊关系 可以去那拿来合同 可以挣钱 并且拥有打开俄罗斯所有监狱获得重刑犯 作为兵源的这个特权 但是打仗呢 必须是这个乌特金 现在我就给大家一个关键提问了 在普利哥金清楚的认识到自己随时处在死亡威胁当中的时候 他的唯一保命牌是什么 给大家五秒钟思考时间了 说就是瓦格纳的惊人战斗力 说哪怕普京要他的命 也会忌惮瓦格纳的杀伤力 那么这次这个对莫斯科进攻的这个进军的军事正面 就证明了 崔库拉朽啊 不但是不断的进攻 身边的这些俄罗斯的这些精锐部队 甚至包括联邦安全局的特种部队都投降啊 所以瓦格纳被解体 如果被解体了 那普利哥金呢 就是一团砧板上的肉 谁都能来切了 那么好 瓦格纳最关键的两个领袖同时乘坐飞机的高危安排 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是不是 原来怎么说 假设一个人被拿下 乌特金也好 普利哥金也好 一个人被拿下 另外一个人就将有足够的能力和号召力来进行报复 这才是两人的安全的最佳保障 所以呢 这都不算是 这把两人分开啊 这都算不上政治智慧 这是生存本能 两人都得活下去 就得分开 所以这是最难以理解的一点 乌特金怎么能跟普利哥金同一架飞机 回到刚才的背景分析 就是只有一点 那就是这个事也只能普京玩的转 因为它可以展现最大程度的诚意与信任 因为它可以代表俄罗斯 也可以代表个人与普利哥金的私人关系 你看 它给了他们一份从白俄罗斯出发 发起对波兰和波罗蒂克三国武装进攻的雇佣合同 但这还是我的猜测了 那至少是有一笔大买卖 这是肯定的了 对不对 那么好 这也符合乌特金和普利哥金 两个人疯狂的大俄罗斯民族梦想 是吧 你不能让我们瓦格纳歇着 你得让我们干事 我们要恢复俄罗斯的大民族梦想 那如果还有不相信的因素 是不是拿一个大合同圈我们呢 不会 俄罗斯波罗地海舰队几乎全员出动 在进行海上演习 这下普利哥金跟乌特金就相信了吧 是不是 普京是信任我们的 这合同真金白银 俄罗斯是需要我们的 除了这一点 你想不出另外一个理由 能让他们俩同乘一架飞机 从莫斯科拿着合同高高兴兴 性高采烈的返回圣彼得堡 瓦格纳总部去指挥新的战斗 是不是 否则除了绑架迷晕他们 没有人能够让这两个魔头同时登上一架飞机 只有普京 而不是任何一个政治力量 甚至包括军方的烧一股 都没有能力让他们拿着合同 放心的登上飞机 所以咱们的思考是从这个角度去契入 而不是从外围想到底谁有导弹 谁能打掉他们 而是想谁能让他们两个同时登上飞机 走上不归路 现在情况来看 白俄罗斯方向迅速的切断了瓦格纳营区的通讯和网络 这种跨越国界的预案反应 也不是俄罗斯军方或者是俄罗斯其他政治力量有能力安排的 这只有当总统的普京能够干出来 只有普京和那个老滑头鲁瓦申科一起干才行 那么现状的发展也是这样 瓦格纳的确是陷入了一种迅速没有了头论 那么他瓦格纳的报复要么会被迅速的控制陷入分裂 要么会惊天动地完全失控 这一批重刑犯呢 是吧 目前瓦格纳所有的电报频道都群情废头 他们说暗杀普里格金将带来灾难后果 下达命令的人根本不了解军队的情绪和士气 如果普里格金的死得到证实 克里姆林公将被攻陷 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 瓦格纳圣彼得堡的大楼已经竖起了血色十字架 证明什么 证明瓦格纳已经确认普里格金的确是死了 那就开始报复吧 是不是 瓦格纳电报频道灰色地带说 瓦格纳领袖 俄罗斯英雄 真正的爱国者 咱们都加双一号 他们认为的啊 普里格金死于俄罗斯叛徒的行动 你们想 朋友们 一群重刑犯掌握着导弹 战斗机 完整番号的作战单位 他们要对波兰可以进攻 他们对俄罗斯可以搅动 是吧 他们可以对俄罗斯就是发动什么 反击白俄罗斯的总统 这个普京的盟友卢瓦森科 并获得什么 获得在白俄罗斯的根据地 那么对波兰和立陶宛的进攻可以干嘛 当然可以触发北约对俄罗斯报复打击 来帮他们报仇 当然也可以做垂死挣扎 死亡中我看着大俄罗斯梦想的复兴 是吧 当然了 对克里姆林宫的轰炸 对守叛徒的攻击 也都可能随时会发生 不管怎样嘛 就是普京的政权已经是被彻底撼动了 突发的大事件呢 随时会呈现 我们随时保持关注